賴清德要洗滴多少人呢 到了這個護理師節 去到這個台灣護理學會 那他就說 哇 今天是928 參加這個護理學會慶祝大會 突然問起了現場的護理人員說 知不知道928這一天 還有是誰的生日啊 我們來聽一聽 聽一聽 所以9月28號也是一項有一個團體單身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日子是吧 知道了呢 請舉手我翻給總統獎 掌聲鼓勵 哇 這個通往獎也要走的 護理人員會人民的健康努力 教師傳道授業解惑和努力 民進黨為了台灣的主權 還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奮鬥 我們也給民進黨祝賀生日快樂 對 所以這個以上的假設是說 所有現場護理學會的人員 通通都是民進黨員 所以大家一起喊 祝民進黨生日快樂 普天同慶 所以就被網友給酸爆了 就想說 你是當所有人全部都是民進黨人嗎 還是怎麼樣 現在已經是一黨專政的方式在 在洗滴人心了嗎 所以大家很不以為然 怎麼會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在那邊祝民進黨生日快樂呢 所以是不是在民進黨的洗滴之下 其實你看起來 台灣現在越來越有這種治安上面的問題 民不聊生 或者是說讓大家覺得越來越不安全了 連緊這個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長 都能遭遇到這樣子不幸的事情 這位所長劉忠欣 他深夜率隊去出勤巡邏 然後盤查30歲的陳姓女毒寵 結果不料對方拒檢逃逸 那更不幸的是說他還遭到對方拖醒了500公尺之後 不幸撞上了施工護欣 傷重殉職 結果這個事情讓大家覺得很鼻酸 還看到這個所長的最後身影 這麼靜靜夜夜在工作上面 台灣怎麼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呢 結果這個陳姓女毒蟲被逮之後 還大言不慘地講說 因為吸毒沒有帶錢 沒辦法繳罰金 只好拼了 是不是台灣人就是這樣子的 拼了這就是台灣精神 就不管別人死活 別人是好好在工作 你在那邊毒蟲的命 你拿去這樣子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很無言 還有這個高雄23歲吳彥男 侍母拿水果刀割喉 那法院竟然最後是吳寶請回 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沒有勾串之餘 加上家境不好 抽不出寶金 所以就吳寶請回 所以又把這個加害者丟回了社會上 這個社會到底在 這個政府到底在保護誰呢 在保護加害者 還是在保護被害人呢 我們看看其實這個新北戈警案 干戈干妹的判決理由出來了 就是說他們呢 見能察覺反省過錯 那所以因此判他們9年跟8年 那可是死者 這個不幸死亡的這一名學生的家長 他很難過啊 受害者的父親哽咽落淚說 真的是判太輕了 一條人命比貪污還不值錢 那郭聲開庭的時候還在那邊鬼扯 就講說人不是我殺的 刀子也不是我的 刀子不知道怎麼飛進來的 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平常會有 常常有小禮飛刀這樣飛來飛去嘛 那所以你看他說一開始 旁邊還有同學阻止他們兩個 靈女還叫旁邊的人不要多管閒事 所以這叫做 見能察覺反省自身過錯嗎 我們的法律到底在保護誰呢 那這一名這個加害人的父親 他就致歉 就說哎呀兒子是愛玩 比較愛玩 將來能彌補就彌補 這是什麼樣大家能夠接受的一個方式嗎 那所以衛福部這時候出來講話了 讓大家更炸鍋 他說呢不要放棄他們 不要放棄這個乾哥乾妹 那誰放棄了這個受害者呢 這是不是我們的法律 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病了呢 我們來問一下恰欣 先講一下 最近賴清德不曉得為什麼 把自己當成皇帝 又先有透過總統 欣然首肯的賴清德藍 然後藍花 然後又有顧力雄 國防部長跟新晉將領見面的時候 他說沒有站起來 這不尊重我這三軍統帥 這就是耍官威 大家要啟稟同上 最近已經開始 他越來越膨脹 就連在護理師的活動 護理學會 都要叫大家要祝民進黨生日快樂 你有沒有搞錯 賴清德在選前的政見 是健保點只要提升到1塊錢 然後我們在上一個會期的主決議 他們不斷的阻擋 最後三檔協調成0.95塊 已經比他原本的政見少了0.5囉 三檔都簽字了 上面有吳思瑤的簽字 有柯建民的簽字 結果行政院預算有沒有邊 沒有邊 所以你對得起這些醫護人員嗎 你不只對不起這些醫護人員 你還跑去叫他們要祝你民進黨生日快樂 你自己的政見都跳票了 你叫人家祝你民進黨生日快樂 人家討厭你罵你都來不及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退回總預算 請他們重新編好再送進來 就是因為你賴清德政策跳票 傷害醫護人員嘛 對 你事實說好的血淚醫護 你自己醫生出身 應該要增加健保的點子 幫助醫護人員 結果當國民黨說 好那我們提升到1的時候 不行不行 好協商0.95過了 預算沒有啊 代表什麼沒有錢下來啊 所以你到底有什麼臉在這個地方 去洗涤護理師的心靈 告訴他928請大家一起祝民進黨生日快樂 兩個字噁心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最近已經 膨脹到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了 他已經把自己真的當成清德宗 賴皇帝了 那再來就是 先前大法官說死刑核限 但有條件線索 這是等於是變相實質廢私 對於這些那 比如說戈警案的這個爸爸媽媽來說 這真的都是讓人感到非常的心痛 那我也跟他們見過面 他們也是認為一定要堅持 要死刑 而且他們也不能接受就是說 法律對於這些人他是輕判 甚至因為他們的年紀沒有到 就沒有被記錄在冊 這都是他們不能接受的 那我完全支持他們的想法 那我覺得 真的不應該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對加害者的保護 就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好 來請教明 憲哥 剛剛因為他提到健保點數的部分 為什麼要增加健保點數 在野黨不是惡意杯葛 因為增加健保點數 就是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各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出來的政見 包括各黨的政見都是怎樣 因為它影響了包括醫護比的比例 包括醫療資源的改善 我簡單講好了 現在目前的醫護比很多護士 包含保護理人員 包括離職原因那麼高 是在於說大域太低 你看醫學中心大業班 一個護理人員要照顧11床病床 那如果是區域醫院的話 一個護理人員要照顧15床 照顧得來嗎 這個路頂是非常重的 所以當醫護比那麼重的時候 包括護理人員要照 他的路頂那麼重的時候 如何提高他們的待遇 這就是在野黨要求的 要提高健保點數的部分 所以1比0.9 已經最基本的要求了 結果行政院還認為說 現在醫療資源不足 預算不足無法撥補 我覺得這個推托拉 這個都是藉口 所以未來包括在協商的過程中 行政院如何補足 這是醫療資源 整個社會資源網 所以總統是要跟護理人員講說 如何補足你們的大域 不要再流失了 而不是說誰生日 譬如民黨生日是這樣子 民黨創黨那麼久了 青年執政愛鄉土 請問有落死了嗎 現在不是說所有社會 所有人都變成民黨員 台灣就會更好 怎麼去做到 還有包括我覺得 看到昨天那個毒判 毒架之後被抓到 他被逮捕了之後 陳女被逮捕了之後說 只有吸毒被逮捕 他沒有錢繳納罰金 所以就拚了 你撞死人我覺得這真的讓人家覺得很心痛 這幾個重大的社會刑案為什麼一而再再而發生 是不是說因為死刑 好 現在死刑感覺是時時廢死而已 並沒有完全廢除死刑 可是要終審法官一次同意的話 現在增加判處死刑的難度 以後把官敢判死嗎 我看我認為很難 現在如果真的是罪大惡極 甚至連續殺人才會判死刑 完全沒有嚇阻效果的話 我認為重大刑案這個會持續發生 殺警案類似這種都會持續發生 為什麼 我覺得民黨的交化之下 大家會認為說 現在就是終身監禁就好了 所以死刑存背是對於說 社會治安的一個嚇阻的效果 現在時之被死了之後那怎麼辦 我就會變成說類似的刑案 我就會增加社會對治安的疑慮 對於大家心裡面的恐慌 好 請教霍恩哥 對 明顯兄講的我非常同意 接下來這個shortime就交給徐曉欣 因為這個會期有大法官的人事統一選 代總統已經亮出他的底牌 那七個呢 我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 我們看能通過幾個 還有一個叫姚立民的 還當副院長 我真的快昏倒了 明顯兄都笑了 我在想說姚立民都能夠 當司法院副院長 我真的沒辦法 那我覺得我們的這個 非常英勇的派出所所長 這樣的因公訓職很不值得 你留下你太太當寡婦 然後你兩個女兒 一個四歲 一個一歲 台灣的治安值得你這樣子拚命嗎 這個吸毒的再犯率多少 觀眾朋友你不要問你會怕 這不要問 你看這個我剛剛補充 宅宣講這個 這個是所長殉職的地方 這個護欄是這個垃圾 他故意開車 高速去衝撞 這個是有監視錄影帶 都有拍下來的 他是從那邊開過來 他故意 因為這個所長 他非常英勇的抓住他的車 這個是什麼 這是故意殺人 你條件故意去把他弄這個 你看到負欄就弄成這樣去 人就這樣挖挖去撞死 吸什麼毒 對不對 這個很惡劣 這個一定要故意殺人 剛剛講到說這個判決 這個判決我是看不懂 這對這個XX 當然死者爸爸很難過說 比貪污罪還輕 這是當時告別式的畫面 這是昨天視訊連線的時候 這個都是今天公祭 明天會忘記 這種東西應該減刑嗎 這個乾哥跟乾妹 他們的犯後態度是什麼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兩個就照這個死者的爸爸講 這個叫做犯後態度 這個不只不應該減刑 而且我覺得應該要重判 各位觀眾朋友 你自己算1 2 1可以假釋 一個判9年 一個判8年 這樣是要關幾年 一條人命 刀子會天上飛下來嗎 刀子彈簧刀就是你拿出來的 各位觀眾朋友你看 這個已經安排過 很少學校敢收書包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楊同學他犧牲了 他死了 可是老師敢收那些8加9的書包嗎 老師你賠這錢嗎 我看也是賠好了 我覺得老師也很危險 這種高風險行業 這種判9年判8年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新北地方法院的這個判決 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那關個幾年就出來了 然後就有教化的可能 犯的不是最嚴重的罪 什麼兩公約什麼 他有一大堆的理由跟藉口 我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罪判得比貪污罪還輕 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是我們的大罰官 我們的這些法官 不是只有那些 這個司法院大罰官 我們最近這幾年 根本沒有在判死刑 也沒有在執行死刑 如同剛剛明前兄講的 我們已經死死廢死了 張哲氏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心裡的恐懼 可惡 酷炮